宫崎骏的隐退之作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在台湾改名成仓路与少年 这部电影在日本上映后 为什么评价非常良机 觉得好看的观众认为 是宫崎骏的巅峰之作 觉得难看的却说是无聊难懂 还不小心睡着 甚至可能连作者自己都搞不懂电影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就来聊聊宫崎骏 真正最后一部作品 仓路与少年 影片的前版段 我会彻底带大家了解 电影的幕后 为什么这次官方 完全不做任何宣传 更连预告片都没有 这对于票房究竟是好是坏 原来宫崎骏制作这部电影 是为了自己和孙子 当然影片的最后 也会说说大家最想知道的 电影主轴与评价 顺带一提我的IG已经启用 会分享生活与动漫细节 欢迎追踪 其实这部影片 我早在一个月前就做好 只是因为刚好都在上咒术的影片 才延后到现在 再加上最近公开的新消息 仓路与少年是由假上娱乐代理 将会在10月6日上映 为了给大家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我又重新做了整部影片 另外声明一下我做这部影片 并不是要破坏电影 无宣传的行销方式 主要是想让跟我一样 期待到不行的观众 能更先一步认识这部电影 希望能解开大家的所有疑惑 接下来影片当中 会放少少几张外媒公开的电影剧照 如果介意的朋友 可以先关掉影片 首先来聊聊这次电影 为什么选择零宣传的做法 甚至连个预告片都没有 这就必须提到 今年年初上映的官员高手 预告片只有角色画面 完全不告诉观众电影剧情 这让吉普利工作室认为 是一个非常棒的做法 在资讯大量充斥的时代 让观众毫无准备进电影院 会有更好的观影体验 当然这个违反主流的做法 引起两极声浪 有些人会认为 这样产生期待与惊喜感 有的人质疑 如果电影不对位 还硬要看完 才是最糟糕的体验 我觉得这就像拆盲盒 也导致评价两极 我等等也会带大家看 日本媒体与观众的评价 另外因为只公开这张鸟图 让日本网友认为 不想让我们知道言什么 那只好由我们脑补剧情 脑洞大开 做出了许多超好笑的梗图 其实制作组 了解按照固定的做法 无法打破可预期的票房 所以首次冒险 尝试零宣传 再加上是大师隐退的作品 这瞬间让电影成为热门话题 新闻报道 免费增加大量曝光 这类似饥饿行销 更引起所有人的好奇心 让电影再上映四天 票房就超过21亿日元 不只超越神隐少女 在四天的票房纪录19亿 还登上当周票房榜首 并且还是第二名的5倍 直到上映后的第三个礼拜 成长幅度就稍微减少 票房达到62亿日元 说实话不能算差 但也不算最好 同样今年上映的柯南电影 不到一个月就突破100亿日元 当然不是在比较优劣 只是让大家了解票房的成长 接着来提一下电影 《长鲁与少年》 其实在日本的原名是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这部作品改编源自于 吉野原三郎的同名小说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我来聊一下这本书 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 为什么宫崎骏 愿意花八年制作 这部电影的原因 书中的主角 是一位生在战后的青少年 在战后复兴的社会下 同学间因为贫富差距导致霸凌 这本书是想让观众理解 应该重视人的品格而非财富 主角成长时的青春苦涩 带给读者省思 什么才是人生 更曾经收录于小学的教科书中 年轻时的宫崎骏读过后 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说过去自己作品中的少年 始终积极向上 勇敢乐观 但在龚启骏的心中 真心认为不是这样 属于青春起的少年 内心应该更加纤细 复杂迷惘 所以想要刻画出主角 努力克服困难接受自己 从这些来看《苍鹿与少年》 将会是一部更深入刻画 人物内心的电影 他以这本《你想活出怎样人生》为基础 原创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在电影《苍鹿与少年》 龚启骏就担任导演与编剧 而动画方面 则是由吉普利工作室制作 《苍鹿与少年》 除是作为礼物 送给自己正直于青少年的孙子 更是龚启骏 想要做出能让自己 发自内心快乐的事 这里我想先聊一下 龚启骏作品的改变 其实他在早期制作电影的初心 是让五岁小孩都能看懂 鲁龙猫充满童真与想象力 是一个让大人小孩都会开心的作品 到了中后期 电影更富含许多寓意 就像神与少女 透过土地声响表达出 大自然被污染 虽然很痛苦 但依旧沉默包容人类 而白龙说不要忘记名字 每一个人看 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与感触 可能就是代表着 不要为了工作而迷失自己 龚启骏想说的故事 从来不是用台词 旁白直接给观众 而是藏在各种隐喻剧情中 那富有生命力的奇幻世界 就是龚启骏独特的魔力 直到十年前 就出现巨大的转列点 电影风起 用情绪不大的主角 却是无比写实 战乱中的人生 没有过去神与少女 和或移动城堡那样的奇幻世界 只看见满满写实 五味杂陈的人生 评价非常良机 有人感动 当然也有失望 让不少观众觉得 最终之作是一个遗憾 而这一次 同样又是隐退之作 不免让人期待 又怕受伤害 而这也是 我做这部影片的原因 说实话不能说风起不好 可能只是不对许多人的胃口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主角二郎 追寻梦想 想设计最优秀的战机 最终毕生的心血 却被用来当作 自杀式攻击的临世战机 因为娱乐性不足 让我同行的朋友觉得很闷 而我却把海报贴在墙上 直接过了十年 当然这一次 宫崎骏 又说这是人生最后一部电影 说的是退休告别作 大约七次 让人不禁想 会不会再次食言 这里提下 最让年轻观众惊喜的 那就是梅金玄师 为了电影量身打造主题曲 《地球仪》 同样也是宫崎骏粉的她说 那些经典电影 从小陪伴着自己长大 对人生与音乐 有很大的影响 两人这次合作 也算是充满感谢的 敬意之作 梅金玄师收到剧本 到歌曲完成 历经四年 贴心的我 已经在资讯栏放上连结 创作无数经典的动画大师 搭配超红的音乐鬼才 这跨时代的结合 让我更加期待这部电影 另外声优 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之一 牧村拓哉 担任重要的角色配音 其实过去 太宫崎骏就曾经合作过 大家熟悉的美男货儿 就是由牧村担任 另外知名演员 坚田将会也有参与 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但实际担任声优的资历并不多 这也让少部分的日本观众 觉得有一些出戏 这里就来聊聊电影评价 非常两极的原因 我选择没有剧透的评论 让大家更明白电影的轮廓 首先给出好评的观众认为 宫崎骏那独有奇幻的世界回来了 再加上是吉普利 首次用IMAX形式放映 搭配同样是熟悉的90浪配乐 让观众彻底体会 美丽动人的世界观 并且剧情触动人心产生功名 更启发观众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 不少评论中也有提到 经过10年 宫崎骏的作品 与现代主流快节奏 易懂的动漫非常不同 而富贫大多都在围绕 宫崎骏只说着 自己想表达的故事 并没有真正考虑到观众的感受 有些不协调的剧情与画面 更有让人看不懂的隐喻 没有像《神与少女》中 娱乐性与理念兼顾 是需要多看几次 才能消化理解的作品 评论中还有不少人看到戏院内 有其他观众睡着 最夸张的留言是 假如拿掉宫崎骏的名字 这部应该没人会看等等 想要进戏院放松开心大笑的观众 可能就会有些失落 我认为给出负评的观众 可能就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与心理的期望差太多 才给出不好的评论 另外确实宫崎骏的电影 最初是主流与经典 但现在热门的剧场版动漫 通常用人物内心话 给观众最直接的感受 当然我不是在贬低任何一部作品 现在主流的剧场版 就像爽快解渴的饮料 而宫崎骏的电影 可能就是先苦后干的茶 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 另外宫崎骏的电影 其实很少有人物内心的旁白 都是用角色的表情与动作 呈现当下的情绪 需要非常投入于电影 才会更好的理解 可以看出宫崎骏 尽管不像主流动漫 选择讨好观众 但还是有坚固娱乐性 同时传达内心渴望说的故事 另外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作者 吉野原三郎的孙子 他被受邀前往首映会 就当播放完毕 还在因为困惑剧情 感到吃惊的时候 宫崎骏却说 我自己也不明白 引发振振笑声 虽然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并没有被公开 我想可能是宫崎骏 用直觉式的方式说故事 想以画面传达 难以形容的感受 反正不管如何 我是绝对会进戏院支持 当代动画大师的隐退之作 最后就是前聊电影的世界观 如果担心的观众 可以先关掉影片 这次电影的背景 是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 主角的家庭受到战乱严重影响 并且遇见仓路 进入奇幻的世界 可能就会是一部 偏向有些严肃与悲伤的电影 之后就留到戏院 用双眼见证大师的隐退之作吧 因为制作影片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顺手按赞 或是留下超级感谢 当然也可以等广告跑完 都是非常棒支持我的方式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